今次介紹的單位是這個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居屋屋苑 單位裝修之前其實是這樣的 現在就變成這樣了 廚藝師花了很多功夫 我主要是想廚房大一點 因為我老爺也是一個洗廚 他會過來煮飯的時候 都想有一個很大的工作空間 洗碗的時候都可以看到電視 亦可以跟家人有一個互動的感覺 另外我們就很怕有油煙 如果是做一個洗廚房的話 我們很怕油煙會吹在廳裡 另外我們很喜歡請朋友上來家聚會 所以我們都希望會有一個酒吧的地方 讓朋友在這裡喝酒 放鬆一下 我們怎樣因應客人的要求 將廚房空間感加大呢 本身的牆身在這個位置 我們將它拆走 移出十八寸之後 就做一份新的廚房間隔牆在這個位置 在外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吊櫃的排威士忌 而下面就在一個櫃裡面偷了一個洞 就放了一個紅酒櫃在裡面 那個巴桌就因應這個桌面 就成為出現一個L-shape的設計 酒吧區的吊燈 設計師選用了烏絲燈膽 營造出Moody的效果 廚房空間擴大之後 我們原有的升盤的位置 就搬到這個位置 我們工作桌面多了 就方便了煮東西的人 當有人在這裡用升盤的時候 因為我們前面的牆身做了一個玻璃的設計 可以跟外面的人就有交流 就不會那麼悶 又可以看看電視 由於客人喜歡著視白 所以廚房的長身採用了 大件的著視白雲石紋磚 方便清潔 而工作桌面也都用了 顏色差不多的石英石造配襯 下面的廚櫃就用了木紋色 配合全屋的用色 因為職業適飲水機的尺寸 和電錶箱差不多 所以設計師做了一個儲物櫃 將兩者收納 令到廚房感覺更加簡潔統一 因應客人要求 不想油煙飄出去聽到 和省位 我們做事拖門 在廚房的外面 設計師做了這個高身的儲物櫃 但是為了減低壓迫感 所以櫃頂和櫃底都留了空間 櫃底的位置其實還可以放鞋 加上滲乾效果 櫃的感覺就變得比較輕盈 玄冠除了儲物櫃 看看上面 原來假天花也有儲物空間 我們希望有一個日式的砌缸 讓我們平時下班回來的時候 都可以浸浴 因應屋主的要求 設計師將原本的棋缸 改造成可以浸浴的浴缸 而為了營造桑拿浴室的感覺 就用了給客廳較為深色的 長條形木紋磚 由地板伸延到牆身和浴室� 至於浴缸長身 再用了和廚房相同的 爵士白雲石紋磚 同時為了方便清潔廁所 在馬桶旁邊做了一個噴水水喉 同時在浴缸旁邊做了一條去水渠 感覺美觀又實用 為了在浴室裏面有對流風的效果 所以在浴缸上面裝了抽氣扇 將室內的水氣抽到室外 而在馬桶上面就安裝了浴室寶 將室內的新鮮空氣帶入浴室 本身這個是眼鏡房的主人房 我們就要移走 因為風水學來說 門對門是一個不太好的情況 第二個問題就是 客人亦有個琴要放在房屋裏面 我們就在這個牆身上著手 我們把門離開 把琴剛好的尺寸 亦都適合到這半牆 我就放在這裏 然後我做了一隻很漂亮的櫃 就做了裝飾 跟它們融合一齊 至於旁邊的儲物櫃做了弧形的設計 除了減低撞傷的機會之外 如果由走廊走出來的話 會有令客廳空間感擴大的視覺效果 主人房方面 我們就想要一個飾物櫃 開放我們喜歡的擺設 房裡其實就 本身可以放一張五齊床 但其實它的前後都會有空間 想間一些收納的位置 去讓我們擺設 為了滿足屋主的要求 設計師利用原有睡房門的空間 做了飾物櫃 主人房睡房的床頭 設計師都利用了剩餘的小小空間 做了一個擲身櫃 用來放置女主人的護膚品 床尾的位置都有擲身的儲物櫃放置雜物 走廊的假天花 亦都做了儲物櫃 至於睡房的房門 不單是門中間加了茶鏡 走近一點細心一看 原來門身還做了水滴白的效果 令到細節位更加有趣